我们这个盆景下山庄在种好套了袋或者残冷膜的 还要不要每天给它掀开来进行一个喷水 给树庄进行保湿呢 这个问题这段时间经常会有朋友问我 首先呢 我这边所有的残膜或者套袋的这个下山庄 种下去之后呢 我是不会再给它来进行这个喷水处理了 我觉得呢 这个如果你套了袋或者是残冷膜了 还每天给它掀开来喷水呢 我就感觉这个有一点点这个脱裤子放屁的感觉了 套袋残膜的作用 它本来就是给它进行一个保湿的 它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树桩 这个袋子里面这一部分的这个空气湿度 去年呢 我就拿这个车这个空气湿度的这个湿度计车购 在这个袋子里面套住的这个空气湿度呢 是很轻松的就能达到80%以上的这个空气湿度了 甚至有时候还会更高 像我那边那个保温盆的 甚至能达到90%里面的空气湿度 南方这个回南天 特别像我们广东这边啊 这个回南天啊 因为它这个回南天一般的空气湿度呢 都能达到90% 它这个空气 这个水分基本已经是饱和状态了 它不会再从我们其他这些地方呢 蒸发水分了 广东人的这个礼裤啊 那就是肯定是不够用的 因为这个时候 无论你怎么练衣服 它都是干不了的 这就像我们套的袋子一样 它里面这个水分蒸发出来呢 它是跑不掉的 全部被这个袋子挡在这里面了 从而慢慢的 里面这个空气湿度呢 就会达到80% 90%以上 这个空气呢 基本就已经达到饱和了 就不会说从这个树桩上面 再蒸发这个水分出来了 从而呢 就达到一个保湿的效果了 所以就没必要再给它 每天尖开再往里面喷水了 不过总的来说呢 只要你是有时间 或者是真没事做呢 你想拿开喷一喷 这个到底没什么问题 是吧 反正呢 我是不喷 你爱怎么喷 就怎么喷